争取民进党台中市中西区市议员党内初选的参选人陈于荣 她同时也是台中市前市场张温英的女儿 在周五晚上举办了第一场的证件发表会 现场除了上百名支持民众 还有几位政治前辈像是立委苏志芬 前立委蔡启芳等人也都特地来替陈于荣站台 前市场张温英的女儿陈于荣的首场证件发表会 就选在公管里的福德公广场前 公管里里长谢锡红原本也有意角逐党内初选 但她最后决定全力支持陈于荣 里长的决定让陈于荣相当的感动 来帮忙站台的还有前云林县长 也是现任的立委苏志芬 她说在陈于荣的身上 她看到了女性勇于承担艰难的艰毅特质 前立委蔡启芳也特地从嘉义赶来力挺陈于荣 给我们的宜荣的过渐水 这个年轻人 也不知道就是获得这份的性 大家有一些机会 怀着感恩的心 陈于荣感谢大家相挺 他将全力以赴 勤跑基层 为中西区力争一席女议员 民事新闻李昆熙李柏锦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